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田总不在 我已经谁要信来跟他联系好了 他没有提过 他去开封出差去了 他有几天以后才能够回来呢 王先生 Stella, 请进来 叫我老虎仔 中学法律早上是这样叫我 坐吧 谢谢 不好意思, 临时临急要你过来帮忙 你知道Mate最近有了 医生说胎胎不好找 所以就要去睡床休息 没办法 这段时间有很多大陆团来 我们做接代做到返途 刚好有个公素人团 公素人? 即是香港的检察官 我们的同学 你在刑事和民事那里做个检控 那就对了 他们有班人去广州考察 想我来香港视察几天 两个星期之后就到了 我想说你去跟着其他团 负责一下 中国团有很多类别的 有些是我们邀请来的 有些是律师会邀请 悶死 有些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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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 老虎也要做接代 你的责任呢 就是做好事前 招待他们的准备 到时带到律政筑各部门来看看 随时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他们担心了什么 说说你对我们的祖宗的感觉 我知道中国法律事务 做的同事很忙的 经常都要接代大陆团 我们不仅是做接代的 我们主要的工作 是向政府提供 关于中国法律问题的意见 对不起 不过今次借你过来 主要是做接代 不喜欢吗 不是 不是 我希望在一个月之内 可以令到你喜欢 我们中国法律事务组的工作 多谢立法公 这个事务委员会 给我这个机会 向各位解释一下 有关中港两地司法互助的问题 7月1号主权回归之后的 一国两制 当然就包括了两个不同的法制 现在我们急需要解决的 就是如何处理两地法庭 作出的裁决 和执行上的问题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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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lla 你的电话说很吉他 我回房间 谢谢 应该在这儿了 不错 你知不知道爸爸一声不出退啊 你知不知道他一声就跑了 你知不知道他一声就跑了 你爸爸就跑了 伯母不用整天找你家里吧 我又离婚 想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反省 想过一些一个人的生活 回家吧 你不要这样逼伯伯母 你很划算 幸好你爸爸明白 爸爸, 我不可以对你要求 你还离习 你不明白的了 嫁给你? 你会干什么? 我不会打扁照顾你 我仍不会打扁保护你 你根本不需要我照顾和保护 我只想你 我只想你 你还不追回未婚妻? 可不可我再年轻 我一定有名 來吧 奶夜, 怎麼這麼好 拿一瓶紅酒在樓下等我 又出了什麼, 要我幫忙 我叫賴天郎, 不然叫奶夜 你有話就說, 有屁就放 我還沒婚妻的爸爸 什麼? 還沒婚妻 天真沒眼, 你這個女孩子喜歡你 還沒婚妻就是 你快點介紹我認識, 我叫她懸崖勒馬 要不介紹你認識, 你每天都看見她 那一陣子被你拔了, 你早就幫忙我一個 Stella Stella 他爸爸媽媽還在搞離婚 他爸爸還失蹤了, 我們估計他回大陸 你不是在那個中國法律小組做了這麼久 你一定是在大陸高官的 公安呀, 幫幫忙掛點料, 行不行 看怎麼樣 先說明, 我只是幫嘴巴, 一定行 你不要不行, 大陸 酒都不錯 這樣吧 這樣我就認真一點 Deeway, 準備著了 這個沒得走 樂山兄, 剛與軍通電 聽到貴方答應接待我們 該如何感謝軍助 田總是我們法律改革中的關鍵人物 我們的工作一直得到他的支持 他這次肯破例到香港考察 成姓事也 與軍別後, 不絕素月 北京的閻冬, 春花, 一依拂袖過去 熏風不絕又已鋪臉 想到快在香港這棵祖國南方蜘蛛中 和軍再聚 心想勿之 實在叫人心交 順送下棋領領 我容許我問你一個問題 對了, 何時到我入情網 那你呢, 何時到你來 來 今天你還是回去吧 明天再來 明天, 田總應該出差回來了 沒關係 我有的時間, 我明天來吧 是嗎? 肯鬧大了 他說, 我們碰錯了 我們現在的法官跟檢察官 比較重數的關係 真苦悶, 寫下菜單, 說座位表, 打下位 想不到現在就做檢察官, 這麼折磨的 Stella, 下一團就由你獨立處理 沒問題 獨立處理怎麼寫下菜單 說座位表, 打下位 領小姐, 前天派到周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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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晚上吃飯, 我的座位表你偏偏 是嗎? 為甚麼田希寧的座位在這裡 那有甚麼問題 他是總檢察長 他很講階級的 你應該將他為… 那你們來香港 當然要跟著我們的習慣 講笑階級觀念 OK, 我改一下 不是叫你討厭他們 是, 你就當是交朋友 交朋友也要拿出心 老虎姐這次好像特別緊張 林小姐不知道怎麼樣 清手 你真的挺清手 來, 來, 給我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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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給我看 好, 給我看 歡迎… 師先生, 你好 很辛苦嗎 你好 您好 黃小姐, 你好 你好, 歡迎 你好, 田總 歡迎 歡迎 我幫你介紹 林小姐是否姓作聲 好 田總是叮叮大名的中間廁長 你好 香港的天體真是熱門要命 田總 林小姐是這一次負責接待我們的 你好 你好 歡迎你 好 你當時是不是很生氣 是, 我有點生氣 你同不同意 你當時可能是因為憤怒 所以你開槍呢 不是 是 那你開槍之前有沒有向死者作出任何警告 沒有 因為當時他已經有意圖想襲擊我 那你開槍的時候 死者是面向你還是背向你的 面向我的 當時場面很亂 你可否再說一次是面向還是背向你 是面向我的 但是根據法醫官的報告 然後呢 粒子彈是由死者的左後空射進去的 那個警察是在執行任務當中 不應該給他起訴 但人民關天 執行局屋也不可以隨便開槍 對不對 這樣對待公安警幹 以後他們的威信和存 田總 我們在法庭搞得怎麼樣 你要多給意見 我看有很多形式主義的東西 比如那個假髮 回歸以後 我看就大可不一樣 我們知道想盡辦法 就說服屁成員 是這樣的 怎麼樣 老虎女 撐不住嗎 有空嗎 日山叫我去廣州找你爸爸 我剛收到了廣州的電話 已經找到他了 他就住在松化溫泉 謝謝你 不用謝謝 你怎麼知道爸爸的東西 是這樣的 他是誰啊 他的男朋友 我的好朋友 我認識他好久了 要了解他多一點就問他好了 這麼神秘啊 救命 田總是老一輩革命家 他在我們北京檢察院中 老一輩中 是比较开明的一个 他这一次可以来香港 对我们国内的法律改革 是很重要的 我离开法庭的时候 碰到一个 一山破烂的女人 田总 你来吃一下 这点都行 他拉着几个小孩子 真是怪可怜的 原来啊 他是刚才我们判了 那个小偷的妻子 他跟我说 他丈夫是收了人家的钱 替人家顶罪的 结果连命也没了 当时我听的 这心里边 真不是个滋味 好了好了 没办法 上级有指示 一定要严打 老王 当时 如果要按照你们那个 再仔细审查一下 或者 也不一定是这么办 这顶床好长啊 没有 你这条长廊怎么长啊 什么长廊啊 我们检察院门口有一条 好长好长的走廊 几年以前 为了等田总回来 那山在那儿坐了好几天啊 如果当时 见到我长廊的样子 也记得我心情的意义 我只是在想 中国法律改革的道路 还很漫长 要有耐心 就是要等 那如果这条长廊 好像青马大桥那么长 那老夫怎么要等到 头发一百买呢 没关系 我可以等了 你可不要让他等那么久啊 我有的是时间 你知不知道 在中国不同的省市里面 每个人都有新的法律 新的措施通过 会通过一条新的法律 中国的法制 就会更健全 全世界都一样吧 要进步 就需要改革 香港真的很美啊 中国的法律如果改变得越好 香港就会越吃强 变得更加美丽 水深的一段情 最美国鬼来海 爸爸 说到辛酸处 荒唐欲可悲 由来同一梦 修校试仁痴啊 要来同一梦 要来同一梦 这就了结了一百二十个红楼梦 好厉害 好厉害 其实全世界的人 发来发挥都是同一个梦 真的 好厉害 有 有 好正 这套托是你爸爸在重发买回来的 好顺 如果不是被天罗找到我 我现在还在重发买回来的土炮 爸爸 你不用扮开心的 我住会很辛苦的 Stella 你不要以为爸爸不开心 这次你妈咪和我离婚 初初呢 我是排不开的 不过去到重发买回来的 去到我让自己那里听下经 我心呢 通了 其实我这个人啊 对情好贪 你妈咪呢 对情好浓啊 你明白吧 现在 现在 你知不知道 哪个最不回事呢 去那里 去那里 我去那里 你俩 致修 我 你俩 也好,其實我們應該給自己多點時間 如果我們的感情是真的 五十年不變 五萬年也不會變 陳總,你說的故事很好聽 改天我在道國內聽你說的故事好不好 好,好。我的故事可多了 我告訴你啊 陳總啊,他參加過抗日遊擊隊 真的啊 她的故事還太多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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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我们有时间 大家坐下来 多听一听 好 好 对不起 明天走了 是啊 明天走了 明天 明天 如果这条长浪 好像青马大桥那么长 那夫妻不要等到头发摆了 没关系 我可以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多谢立法局 这个事务委员会 给我这个机会 向各位解释一下 有关中港两地司法互助的问题 7月1日主权回归之后的一国两制 当然就包括了两个不同的法制 现在我们急需要解决的 就是如何处理两地法庭 作出的裁决 和执行上的问题 文律师人 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中国法律和香港法律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其实法律来说 就是一个很地区性的工具 在每个地方的不同文化 或者不同法律和法规 其实影响了每一个地方的法律的形成 在香港是实行普通法的 因为之前是英国人统治的时候 就遗传了这个普通法 就是根据案例而去判决这个法律 但在大陆我们就会有一个叫大陆法 不是现在说大陆的大陆法 而是说欧洲大陆的大陆法 就比较多是一些法规上面 根据一些法规去遵守的 所以本身的体制 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香港的律师 也都不能够可以去 就住内地的法律 给法律意见 相反大陆的律师 也都不能够在香港 给一个法律意见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 很根本性的不同的差异 那个警察是在执行任务当中 不应该给他起诉 但人民关天 执行局屋也不可以随便开枪 对不对 这样对待公安警战 以后他们的威信可存 文律师 有时会听人家说过 内地的执法部门 他的权力比香港的执法部门更大 有时会不会是过后大呢 其实很难比较 不过就这样说 在内地来说 那个法律 很多都是由一个 行政的主导来执法的 但是在香港来说 在这个法律赋予一些执法人员 执法机构去处理一些事项的时候 往往都会有一个法律限制 又或者是保障每一个市民 普通的人权的状况 所以也是一个对行和限制在那儿 所以有时会觉得 为何在某些地方的执法人员 权力好像比较大 而香港的并不是那么大 其实就不是这样说 是因为可能香港 某程度上你习惯了会有一个制衡 又或者是一个限制 所以你就觉得 万一超越了他自己的执法界限时 你也有机制可以去对抗 其实对抗争的一个人 我们的在某些人 我这么做的